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半场结束 双方都没能够取得进球 下半场一边再站 江翔又在禁区右侧小角度射门 门将把球扑出底线 第48分钟 王毅拉人犯规 这让他拿到一张黄牌 4分钟后 杨丽鱼接到直塞球 只可惜他没有接好 浪费了一次机会 第55分钟 戴维森在禁区内大力抽射 一大宝用身体把球挡了出去 第62分钟 北京国安进球了 流电座出现极其低级的失误 杨丽鱼把球断下滴射破门 北京国安取得领先了 这样的失误太没必要了 非常不可思议 第63分钟 斯坦丘在禁区线上来一脚滴射 打远脚 稍稍偏了一点 随后 杨丽鱼的滴射也是偏出 第69分钟 武汉三镇进行换人调整 埃德米尔森替补上场 换下核钞 第77分钟 江翔又突入禁区大力抽射 踢高了 捕食阶段 埃德米尔森打进绝平进球 太给力了 最终 武汉三镇1比1踢平北京国安 最后时刻的丢球让国安三分变一分 武汉三镇开局两场不胜 只拿到一分 而北京国安也是两轮不胜 两场都是平局 拿到两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